Hello 大家好 我是Anny 上一部影片和大家分享了 寶可夢珠子的孵旦攻略 其中提到了我們最理想的海王 是一隻6V來自其他語言的異國版邊怪 6V指的是能力這裡的評價 是6個太完美了 6V寶可夢最容易出現的方式 就是參加6星的太晶團體戰 因為6星保底會出5V 有機率會出6V 而6星的團戰是有一定難度的 等級不夠 或者被克制了 被斷招了 都是很容易失敗的 今天來分享如何輕鬆的 過6星百變怪的太晶團體戰 不論是單人或多人連線都很適用哦 影片的最後也會分享一個 可以無限刷6星太晶戰的小技巧 百變怪的特性是會變身成玩家的寶可夢 如果是單人搭配NPC玩 百變怪會變身成你派出的寶可夢 如果是多人連線玩 百變怪則是會變身發起人 防主的寶可夢 這隻百變怪除了HP總血量之外 變身的物種和會使用的招式 都是複製你的 也就是說你派出的寶可夢越強 對面的百變怪也會越強 所以我們可以利用這個特性 派出一隻啥也不會 很弱的寶可夢 去給對面的百變怪來複製 弱的寶可夢有很多的選擇 胖丁這裡當然就要推薦我們的寶寶丁啦 它是遊戲中種族值最低的其中一隻 如果你是只打多人連擊 寶寶丁的等級不需要升也可以 但是為了單人和多人都能用 我們需要將這隻寶寶丁升等級 大概70等以上就足夠了 記得要給寶寶丁攜帶道具不變之時 這樣不論是為經驗糖果或戰鬥升級 都會只升等級而不會計劃成胖丁和胖可丁 不變之時可以去桌台室的 信使鳥包包用金幣買到 如果實在沒有不變之時的話 每次出要進化的動畫 馬上按B鍵取消也是可以的 需要高等級寶寶丁的原因 是遊戲匹配給你的三位NPC 是會依照你的寶可夢等級來出的 所以如果你派出了一隻10等的 其他三隻大概也就只有10等左右 是不夠大的 然後就是寶寶丁的招式我們只學一個假哭 其他三個招式通通忘記 在招式的頁面選擇忘記就可以啦 假哭會降低對手的特防 但是沒有任何攻擊力 所以我們的隊伍就不會受傷 假哭這個招式是寶寶丁自身不會的 我們需要透過去任何一個寶可夢中心 使用綠色的招式學習契機來習得 然後我們來實戰演習一下吧 單人或者多人打都是一樣的打法 在白邊怪變身成我們的寶寶丁之後 他就只剩下一個假哭了 那哭也沒有用 雖然他降低了我們的特防 但是也不打我們 而我們只用假哭 等著去讓三類NPC或者隊友去打 因為寶寶丁很弱 又被我們的假哭降了特防 即使是NPC戰鬥力也是很足夠的 一直打到白邊怪舉盾之後 假哭招式會顯示沒有效果 這個時候我們還可以用聲援 選擇衝衝猛攻 給隊友加攻擊力的BUFF 一共可以聲援三次 即使是帶了NPC 其實也是足夠打完這個盾的 這算是一個利用了白邊怪變身的特性 有一點卑鄙的打法吧 除了寶寶丁呢 其實還有很多弱的寶可夢可以選 例如只會跳躍的靈翼王 只會迫可的來杯茶等等 大家去選一隻喜歡的可愛的就可以啦 最後再分享一個可以和朋友一起 無限刷六星團體戰的小技巧 每個人的地圖每天會出一個 六星的太驚洞 你可以關閉自動存檔 在石頭面前手動的存檔一次 然後進去將這個六星打完並捕捉 打完了就查看一下這個任務的報酬 有沒有出稀有的秘傳調味料 或者是特性膏藥 然後再看一下這隻寶可夢的素質 是不是6V是不是夢特等等 那如果這是一個很好的六星太驚洞 就可以大退遊戲重新賭檔進來 然後發起大家一起挑戰 開給朋友們來反覆打 只要你打完之後重新賭檔 就會回到這個太驚戰沒有被打過的狀態 而朋友們打完的 都是會存在於他們自己的遊戲進度內的 這樣你就可以無限的發起這個六星戰 寶可夢的素質和任務的報酬都是固定的 朋友們就可以反覆的刷到很多稀有的素材啦 如果想要收看更多關於寶可夢的影片 請記得按下訂閱 也不要忘記幫我點個喜歡 加入我的頻道會員支持我吧 我是Anny 我們下次影片再見啦 Bye 我們下次見